QQ谈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问我是否需要一份工作 然后我点进去看了 它是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 但是我没有印象 我什么时候添加了这个人 出于好奇我问了一下 是什么工作 他给我发了一个文档 文档里面包括 写着它是为平台刷单的 之前有帮别人刷过单吗 之前就是我好朋友 他就是开淘宝店 我会帮他拍一下是这样子 王女士说自己有工作 当天正好是周日 在家休息 就看了看文档里的操作流程 通过他给你发送的一个 就是链接 你点进去之后 他会 他那个链接是到京东商城的 一个第三方卖家的 一个电子礼品卡的 一个详情 然后你点击立即购买 付款 这个订单就完成了 然后完成之后 你将订单号及订单截图 发给QQ这位好友之后 他会告诉你审核通过 来进行下一单操作 钱的返还的话 是完成任务之后 然后是反倒你个人的支付宝 或者是银行卡 微信都可以 是赚一点零花钱 王女士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 姓名电话 还有支付宝账号等信息 对方发来了一个商品链接 是一张100块钱的商场礼品卡 说是新手尝试单 完成后对方返给他105块钱 问他可否继续操作 他同意了 他就告诉我 我已经抢到了一个单子 这个单子是包含三个部分 需要 就是说 然后他就发给我 要继续吗 我说继续吧 然后他先发了一个 第一个单元给我 第一个单元的金额是 3600块钱 3600金额其实不算小的 因为当时觉得 第一个挺顺利的 前面那个小的 他很迅速就完成了 包括回款 包括一个操作都还是蛮简单的 所以抱着尝试的形态去做的 三个部分要购买的商品 都是礼品卡 总价值分别是 3600块钱 6000块钱和3万块钱 王女士下单完成后 把截图发给了对方 对方告诉他第三部分有些问题 我的第三单元 那个单 就是因为超时 就是需要激活一下 我问他什么叫激活 他说意思就是 重新再拍一下 这个第三单元的一个钱 然后我当时已经 就是彻彻底底的 转不出来钱了 然后他说 就是要么找别人帮忙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没办法到这种地步了 就是说没办法回退了 第三单付的很慢吗 就是中间 因为钱稍微周长 可能慢了几分钟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卡壳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我个人的操作问题 王女士又买了 三万块钱的礼品卡 等于总共已经花了 六万九千六百块钱 可把截图发给对方后 对方表示还是不行 他告诉我 我还得再拍一批 三万块钱的 我才能就是拿到 我所有的钱 这个时候就是 我跟我家里人 也都联系了 那么他们告诉我 这肯定是有问题 我感觉我就是受骗了 诈骗了 意识不够 被骗钱了 而且金额比较大 我现在很着急 这名QQ好友 王女士现在联系不上了 她说礼品卡都是从京东商城 这家卡宾四季旗舰店买的 证照信息上的公司叫做 一点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卡全部都是不能用的 都是失效状态的 然后订单上全部写着是已使用 但是我从来没有操作过 他们这些卡的使用 您开完之后 我们也是正常交货的 您可以核对一下 你的发货手机号这一些 我们也给他您核实 我们发货之前卡件的正态 有没有就是说 转转给其他的 或者是其他的 没有 没有任何操作 您这样吧 我让你处理这块的同事 跟您联系好吗 最近我们接到 类似的反应多吗 偶尔会有 之前类似的情况 我们是建议客户 可以直接报警的 因为我们店本身是没有 没有说要对客户 去进行任何刷单的 记者也联系了京东方面 对方表示 这是不法分子 借刷单反例为名 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 希望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 至于这些卡是怎么被用掉的 会配合警方调查 目前王女士已经向杭州湖滨派出所报了警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2818黄金也接着报道